它的气泡慢慢的会花掉以后 桃源市长郑文灿和内政部长徐国用拿着水杯 向大家展示污水进化的成果 桃源市水务局在龟山区文庆里 新建了水资源回收中心 并在4号上午正式启用 桃源市长郑文灿期盼水资中心的落成 能解决合一住宅所带来的巨量污水问题 并提供水源给周遭工业区使用 A7站的水资源回收中心 主要是因为A7临近新庄 过去是排放到塔辽坑溪的系统 经过A7的水资源中心完成后 我们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回收水 给附近的工业区 包括工事 工山以及华雅科技园区使用 可以讲是循环经济的代表 坐落在机场捷运A7体育大学站附近的水资中心 由于当地居民众多 水务局因此将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地下化 并以莫比斯环作为设计理念 打造园区成为富有永续循环精神 适合民众游戏的美丽公园 破除大众对于污水处理厂的负面印象 他把一个零二设施变成零散设施里面最典型的 不会有任何臭气的产生 然后完全的百分百的循环利用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 这个典范也会变成我们全台湾 在水资源回收利用里面最好的一个典范 水资中心落成后 市长也表示 未来将会继续建设桃园下水道设施 并完善积节A7站走遭生活圈 让桃园越来越好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